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排放的电动车每跑100公里相当于稍微4.7公斤 排放出这些 幸好电厂要除尘 脱流 脱销 污染物最后会少很多 再看看咱们熟悉的燃油汽车 我们一枚百公里耗油八升梅力和电动车比比排放量 所以纯电动车的优势在于更少排放 氮氧化物 噪音也更小 但是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必燃油车更多 只不过电动车可以让污染更集中 而汽油车是到处排放 随着国务标准推行和油皮优化 汽油的排放物将逐步降低 电动车也有很大进步空间 但关键不在电动车本身 而是提高清洁能源的发电比例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世之车学院吧